由瑞邦金融冠名赞助2023瑞邦杯温哥华华人业余高尔夫对季公开赛颁奖典礼 6月30日在温哥华新瑞华酒店盛大举行 庆祝比赛的圆满成功 颁奖典礼充满了快乐和喜悦的氛围 在这场精彩的比赛中 八支参赛队经历了激烈的对决 进行了七场紧张刺激的比赛 最终纵横队荣获2023年对季公开赛的冠军 而师门队获得亚军 并列继军的龙骑队和白石队也获得了展露头角的成绩 在晚宴当天 来自各赞助商的代表 以及参赛的八支球队队人等近300人欢聚一堂 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大家畅谈赛事的精彩瞬间 回顾联赛中的绚丽篇章 同时也增进了友谊和互相交流 冠名赞助商瑞邦金融集团的总裁廖子卫 在晚宴上发表了的致辞 他表达了对本次比赛的支持和鼓励 并分享了人生的财务规划和真实案例 希望大家在打球的同时 享受理财计划带来的资产保障和增值 2023瑞邦杯温哥华业余高球对击杯公开赛 今天晚上就要隆重揭晓了 非常激动 华人社区疫情后最大规模的这样一场盛宴 这样一场活动激烈争斗了七场比赛 今天要隆重揭晓 首先感谢主委会 感谢所有的158号参赛队员 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同时也感谢广大支持瑞邦金融的社区和客户 我们今天晚上的筹款将全部捐款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祝愿我们的慈善 越来越慈善 华人社区越来越强大 高呼越打越有爱 晚会的高潮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捐款 捐赠了1万元加币 这一举措彰显了瑞邦金融集团的社会责任感 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 整个晚宴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欢乐氛围 大家共同庆祝着比赛的成功和参与者们的努力 也意识到了高尔夫运动的凝聚力和友谊的力量 这场队继公开赛不仅仅是一次竞技的盛会 更是团队合作和个人才华的展示 让每个参与者都收获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我们期待着下一届的瑞邦杯温哥华华人 业余高尔夫队继公开赛的到来 再度见证华人高尔夫的辉煌时刻 这次比赛经过一个月 七场七轮的比赛终于在昨天圆满落幕 这次比赛的工作严谨有效 球员们打得开心快乐 最终每个球队都举得了自己的好的名次 这次华人高尔夫队继联赛在这个组委会 收集了将近上万的款项 大家在一起玩是最愉快的事情 谢谢 我们这次比赛结束了 从成绩来看呢 我觉得我们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我们有幸得到亚军 当然我们还是有遗憾 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 还得努力 那我觉得这次我们对这个比赛 对我们师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 他让我们整体的这个会员的打球的这个 这个提高记忆的这个愿望 得到很大提升 因为大家都平常打球 打娱乐也好 赌球也好 他们这种认真度跟这种比赛 都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通过这些比赛 我们会员 上场的会员 包括没有能上场的会员 都普遍有这种感受 大家都是希望 都是用了很大的心思 用很大努力 去取得能更好的成绩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这样的活动呢 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参加这样活动的愿望也越来越强 非常希望这样的活动呢 将来能够办得越来越好 能够办得越来越严谨 人家比赛多了 那么对于这样比赛的严谨度 公平度 大家也越来越多的能够用更好的方式 是华龙队的孙兵剑 这次有幸呢 能够参加这次锐帮杯的队季高尔夫联赛 非常荣幸 这次呢 我们队员呢 可以说 克服了重重困难吧 然后 也向各个兄弟球队 各个高手们 学习了球技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们 也收获了友谊 希望呢 明年的这个联赛 我们还能参加 希望明年联赛呢 能够 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是陈梅 是华龙队的队员兼副会长 同时呢 也是温哥华话剧团的副团长 那么这次 温哥华业与华人对季赛呢 我作为华龙队的队员呢 参加了整个全部的七场比赛 作为一个女队员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 我们呢 是女生 在这个体育竞技方面 和男同胞们一起竞技呢 确实不占优势 但是呢 我们有着同样的热爱 高尔夫的精神 所以呢 我觉得作为女性 来参与这个活动呢 也会成为高尔夫球场上的 一抹亮丽的彩虹 所以我很欣慰 我能参加这次比赛 谢谢 那么 华龙加油 华龙加油 加油 好棒